请你擦动个蜜豆油 原来表面看起来很严肃的诚意 私下里竟然这么杀雕吗 自己在片场时不时就会说起单口相声 还会看到场屋与在拍发生冲突时 化身为热心市民常先生出来劝架 说真的在没了解成一之前 真的看不出来他竟然是这么欢乐的人 在《沉香如蝎》剧作业时 成一和杨子在片场简直是欢乐二人组 在虐的干腾剧情里 给我们看搞笑的花絮 让我们一起说谢谢杨子诚意 当搞笑女遇上搞笑男 妥妥的浪漫氛围终结者 时不时的就要恶搞对方一下 坚持比小学生还小学生 在其中一个花絮里 成一在前面吊维亚 杨子在他后面 于是成一做出火眼金睛状 还往后扭头喊杨子师父 这简直是西游记实际爱好者 让原本很严肃的现场 秒边欢乐喜剧人现场 杨子和成一这俩人凑在一起 简直要先开房顶 啊 摩起来还能拍 摩起来还能拍 诚意在参加综艺的时候也是 搞笑而不自知 反射虎总是慢慢拍 记得队友们都有苦难言 还有看不懂游戏规则的诚意 简直快让经济疾疯了 连baby都直言说像是在教孩子 看来诚意的反射糊不是一般的长案 再给你解释一遍 我的数字过敏 不是不是 不过敏 baby以后长大教孩子做作业也不过敏 我刚刚都有一种教孩子数学题的感觉 你太有耐心了 还有在参加快乐大本营时 有个环节是看土裁人 不过这个人都是西游记里的各种妖魔鬼怪 作为西游记实际爱好者的诚意 那必须行啊 但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环节惨糟话题卢 规则是如果第一次回答错了 那就要重新抢回抢答权 诚意到好 每次都是第一次说不对 第二次就能说对 但每次都不去抢第二次的回答权 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让别人简陋了 诚意我真的酸Q 鱼精 鲜鱼精 小丁 鲜鱼精 诚意 金鱼精 不准确 李鱼精 不能打了 李鱼精 回答正确 在下一个环节说 看人作品时 诚意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名场面 这次回答问题的方式 是先吃西瓜 先不说答题 就说这吃西瓜 诚意是真的快到模糊 看来吃瓜表情包系列 可以加上诚意了 这瓜吃是吃了 就是这规则 诚意还没有搞明白 到最后恍然大悟的时候 还暗自窃息 救命 诚意到底是什么品种的憨憨 现在知道了 就是现在 先谁回答两个之后 最后一个在说 是不是 是不是 有种恍然大明白的感觉 嗯 把你厉害 把你厉害 还有在掉床上 站里吃甜甜圈这个环节中 诚意在手忙脚乱之余 还不忘给我们盛影一出浪版拉丁舞 让在场的嘉宾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特别是白露 笑得简直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了 诚意飞着 经历了一系列磨难 这甜甜圈他终于 好吧 没迟到 只是给我们无聊的生活 增添了一点笑料 让我们一起说 谢谢诚意 诚意开麦唱歌也是一大亮点 不过就是对合作对象的影响 有点大 怎么说呢 也不是不好听 就是张面部表情 确实有点丰富 何老师等人都快笑翻了 还有跟白露即兴的演戏环节 这俩人眼着眼着 连东北口音都出来了 白露接连补刀诚意 还放狠话 让诚意走 只要他走得动的话 诚意你有种 虽然有点沙雕 但是还是能看出诚意的情绪的 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机会看到 这俩人能合作一次 我思维插痛要坏吗 怎么话这么多 犯牵走 犯牵走 你去我还没话 你去我 走了动的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快点站着 这犯子就说走 别再进来 他还不走 走 别进来 别进来 别打开